而县议员林岩傅在咨询时指出 目前的辅会关系紧张 许多议员建议按执行率低于41% 没有良善的沟通 造成许多辅会关系的不和谐 以及民众申请休闲农场的方式 也希望县府能够教大家如何来申请 县议员林岩傅在咨询中指出 目前的辅会关系 没有良善的互动与沟通 而造成了现在的紧张关系 而议员的建议案执行率也相当的低 是否预算过多无法执行 我们定期会开会一读会 发生了议员跟大会主席的争吵 我想说还原真相 让我们欢迎乡亲了解整个过程 这个程序委员审议是否合法恰当 其实也就是还原真相 县议会这边也提出记者会 我想说这两部分让当事者 来对我们花恋乡亲说明 我想让花恋乡亲了解 我们议会议事运作是如何 那再来定期会第二个重点是 讲到议员的建议案的执行率 去年是84% 今年112年执行率竟然才41% 我想说这个32亿元这样子建议提案 县政府的配合的执行率竟然才41% 我不晓得是预算太多执行不了 还是说工作人员能力无法配合执行还是怎么样 假设预算太多工作无法消化 那可能就是预算可能就是无法执行 那我们要体谅他怕他过劳 以及民众申请休闲农场 县府相关单位理应教大家如何的合法申请 让想申请的民众能有依法可循 那我觉得县长的家盖了一座那么漂亮的城堡 抗墙镇墙台 那也九楼高九楼半 我觉得它是展现它是委员是爱家的 爱妻的 那其实最近也因为要申请休闲农场的事情 那也让很多想要休闲 申请休闲农场的这个乡亲 也在关注 我想说县长可以申请 那我家可不可以申请休闲农场 所以说也透过县政府团队 原副也是用正面正向来看待事情 县政府团队理应要跟县长好好的辅导 如何让他来合法